哈哈 我看到你已经变成蓝色的女人 Avanda Avanda 然后配上你的衣服全身蓝 你看 我们现在是在JW Maria 叫万豪酒店 万豪大酒店 对,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我们要去吃下午茶 下午茶,是谁请啊? 我 哎呀,你请啊? 好,走 我们这间下午茶呢,叫什么名? 鹿语茶馆 鹿语茶馆,它有一个历史哦 它是来自香港的,若没有错的话 对 它原先的这个茶餐厅或者叫茶馆的 是在1933年在香港的时候 开始设立起来的 对,那他哪一年来到这边呢? 差不多记里有90年了吧 对,它有历史90年了 我来考你 我考你 为什么叫做鹿语茶馆 鹿语是谁? 鹿语是一个人的名字 肯定是 我好像有看过一个故事关于鹿语 他本身是一个孤儿,对不对? 孤儿?可以 而且他好像是被一个出家人给收养 两个 两个和尚收养的 然后他不要出家 他不要出家 然后他在这个吃方面呢,他很有天分 嗯,不对的不对 不是啊? 不是 他本身呢,是很喜欢喝茶的 鹿语是出生在哪一年考你? 七三三年 啊? 七三三年 他今年是1290岁了 对了,他是本身他写了很多有关茶的这些 只有写了三本 对了,第一个是茶经 茶经 然后第二个是茶书 第三个是茶诀 对了 然后这两本书呢,已经是识传了 他写了茶经呢 就是我们全世界第一本讲茶的本书 所以呢,后来呢,就把它称为茶圣 那些种茶的人啊,或者从事茶行业的人呢 就会把它封为茶神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鹿语茶馆呢 他就是跟茶有关系的啦 除了茶,他听说这里面的点心也非常好吃 听说啦,我还没来过啊 因为在香港的话,鹿语他本身在2023年是拿到了米其林哦 米其林推荐的 但是我刚刚也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有一个博主痛骂这个香港的茶 鹿语茶馆 没关系 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反正没解请客 走吧 Let's go 那这就是鹿语茶馆的这个菜单啦 对 那我们看看这首面呢 哇 哇 这个是烧麦 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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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它有叉烧包 点心哦,这个是点心的这一页 这是它的主餐吗 诶,这是前餐吧 前菜 前菜 小点心 还有蜜汁擦 它是鲜虾饭 八糕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是 金银的虾饺菠菜饺 哦,这菠菜皮啦 诶,其实还不错的 我们再看看 饺子啦,这些饺子就是 美姐,你今天下中本哦 谢谢你 对啊 哦,还有花生 这些小吃 对,这是汤 汤又会有,哇,什么根啊 蟹肉根 蟹肉根 四川刹那根 哦,这些 诶,还可以哦 快快的带过吧 快快带过吧 我们就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叫它的那一个服务员 就是点几个他们这边最主要的点心给我们吃 因为太多我们也吃不完 不过我们稍微把它的这个菜单 帮给大家看一下哦,来 好,肉类 嗯,肉类还有海鲜 啊,这个蔬菜 啊,有豆腐 豆腐 这个饭 这个饭跟面 OK 啊,大家价钱就是大概在30块左右 嗯 然后现在还有到这个桂林糕 哎呀,桂林糕刚刚刚女儿想吃是不是 这是甜点 诶,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羊汁精露 羊汁精露啊 要这个吗 这个可以吃 对,炖喉 不错 然后一些茶 那我们是叫了普尔 它这边有这个极花八宝茶 极花还有这个极普 还有日本绿茶,茉莉花 还有这个福建的芜蓉茶 还有这个普尔 还有水仙 好 这个它环境是非常 诶,我就坐在这里了 好,一道是烧麦 是虾跟鸡肉 好,那你们呢,期待它的卖相怎么样 品相怎么样 哇 哇,我可以看到那水蒸汽飘出来的那种 哇,很新鲜哦 刚刚好事件 来啦,趁着吃 羊汁最喜欢吃热热的东西 来,梅姐你先吧 哈哈哈 喂你吧 太真了 你就是先害我 给你 哈哈哈 你先吃吧 你先吃吧 来,我自己拿 放心 这个呢,我就想沾一点醋 你先吃原味 沾一点醋 哎呀,我这个人就是直接吃最好的 我不想什么去分析什么原味 什么不原味 我这个人就每一口都不想浪费 就直接我要沾它的味道 沾到底 啊 白了 我是吃烧的 不过大人先讲 太少也不要 不要这样子吃 很危险 你以后我还很危险 来,看我先吃先 观众朋友请劝他 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手手 看到没有 它是夹的 你们偶然吃就是 啊 它甜酱很香 是要 嗯 嗯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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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不会讲话哦 爆酱 爆了 在你的口中爆炸了 我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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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的肉汁 嗯 对 非常的鲜甜 嗯 而且有弹性 嗯 然后它鱼子酱 哇 哇 哇 难怪是米其人推荐 嗯 它其实可以上米其人 嗯 嗯 嗯 现在好像在开满箱 这是什么东西来的 第二道 第二道 什么呢 好 哪里说是什么 我猜第一个是这个烧卖 这个应该是哈枪 嗯 哈枪 OK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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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是韭菜饺 这个应该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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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菜 菠菜饺 菠菜饺 菠菜烧卖 对不对 浸货 菠菜 菠菜饺 菠菜饺 对了,好,来,梅姐,你试吃 我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菠菜烧麦,好有机哦 你看绿绿的有没有 绿绿的是葱还是韭菜啊 是菠菜 这个也是菠菜打成汁 然后混那个面团做成的 试试看,你喜欢吃原味的 哇,虾 它的虾很Q,它很新鲜,真的 而且没有那种冰冻的那种味道 真的,很多的那个点心 因为我吃到它的虾,就很多 就好像从冰冻里面拿出来的 就是有泡过那个盆沙 那这个是没有泡过盆沙吧 不会啊 然后这个很香菜的味道 很香菜的味道 对啊 对啊 好吃,感恩吃,感恩吃 菠菜 哎呀,我加这个东西 所以酒菜还是很差 越加越辣 哎呀,啥好吃 因为它的这个很,很杂质 有点 没关系,我把它剥开来给大家看 它的里面的这个馅料 有虾,还有菠菜,那两只蕭 哇,它的菠菜的香味马上 就冲到我鼻子里面去 对吧 我就觉得那个香的 我不吃盐味,盐味没解释了 我是第一个,我不会浪费我所要吃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弄到很精致 粗是肯定我一定要加进去的 因为我喜欢吃粗 不是那种粗哦 是可以吃下去的粗 都没人问你 嗯 这叫什么啊 拐扒好味道吗 没有,我先声明 你看 就是这种味道 跟刚才的又不一样 就是多了菠菜的味道 然后 很有饱足感 我昨天吃了两颗 我就觉得饱了 但是蛮值得的 来,我们看我们的这个 快来吃 我们的菠菜烧麦 那澳门人吃点心啊 他好久没吃了 你他们澳门人 澳门人资产都吃点心的 他这样每个星期都跟爸爸妈去吃 然后他去流浪就没得吃 嗯 我们有这个第二个点心 这个就是一盒碧落菠菜 蝦 真的像我们的菠菜 试一试 嗯 嗯 这个好吃 他们的蝦呢 就是很大 有没有很大 嗯 很好吃 而且这个蝦 加上菠菜 菠菜很棒 所以你再进来呢 这边有个皮 有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所以 嗯 加上菠菜 很感动 嗯 不用猜了 我已经知道了 这是 鸡的叉烧包 烧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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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了一点 美食感了 烧烧的 茶叉饭 最爱煮干猪中的茶叉饭 来 我们请梅姐先吃吧 唉呀 看他剥开来那里面 哇 我可以看他叉烧的那个好奇就很不错了 对 那有一点猪肉的感觉 他讲的是鸡肉 对我们在讲 因为他这边的这个点心是清蒸的 因为点心这个华人这么好吃的这个美食呢 其实我们有族朋友很喜欢吃 而且很多很辣的的那些马来有族朋友呢 都喜欢来这个这个陆语来吃 不只是我刚才看到很多国外的阿拉伯的都有 中东的都蛮多的 不不得了 好吃到 你要形容它特别在哪 它的酱吗还是 它这个叉烧的那个酱哈 它是用那个黑酱油 然后甜 不会说偏太甜了 然后就是 一样了 我觉得这边它的鸡肉啊肉类啊 做的有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猪肉 啊都不输给猪肉的味道对不对 不会的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是讲 哎呀我们还是给擦修包啊 哇哈哈但是这个好好吃 好 然后它皮 松满 然后太软了 然后 然后就好吃了 不会黏口对不对 我能不能把整个吃完 吃吧 哈哈哈哈 美姐讲到这样子 本来肚子很饱的我 也想吃啦 因为我看到它的这个擦烧包 哎呦很嫩的很像刚刚 那个小孩子那种 那种皮肤这样子嫩嫩的你看 对对对 我玩嫩 来试试看一下 小心烫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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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擦烧味道 跟我们平时吃的擦烧味道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吃了有一口你会再继续吃下去 放很多就可以吃下去 对 反而想吃一半 不过你会把整个给吃完 对 值得吃了 嗯 嗯 来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叫做 Mango Pron肉 先试试看原味吧 它还是烧烧的 因为它刚刚炸出来的 炸出来 嗯 小心啊 刚刚炸起来不知道可以吃点香脆 嗯啊 咔嚓咔嚓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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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人呢 吃什么东西都要辣椒 而且每样食物呢它有它不同的配料的辣椒 鸡饭有鸡饭的辣椒 福建面有福建面的辣椒 反面有反面的辣椒 咖喱面有咖喱面的辣椒 什么样的食物配什么样的辣椒 那你这个现在哦 是甜品还是咸饼 我是咸的 很喜欢我像炸的东西 嗯 next 这是什么 他跟我讲了 好现在呢刚刚 炸出来 炸出来的 等下等下等下 你看 拉丝拉丝 你看我啊 拉下拉下 哎呦 嗯 哎呀 这可以 弄到我的 哎 你知道吃拉丝就是这样子吃的 啊 等一下我们再吃一下你看 哎呀呀呀 我就要看拉丝的效果 啊拉拉拉 嗯 嗯 特别奇些 它是有姿势哦 味道哦 哇很香哦 你真的没有expect到它的味道真的香 然后配上它里面的肉 来来来来 姿势普迪 一定要看这个 衣 那是吗 那是吗 你整块咬下去你要试试看它的特别点 不得不说它的姿势很特别很香哦 嗯 嗯 哈 哈哈 那种感觉真的是好像在里面爆发了 梅姐的眼睛亮了不然间 对啊 她本来要打瞌睡了 对啊 你只要我吃到好吃的东西我就不会讲话 嗯 呵呵 呵呵 特别特别 值得推荐这个 对 这个好 这个呢是酥炸黄金虾 是 试试看一下 嗯 包着的哦 OK 然后你看到是外面这样子哦 就是像云吞皮这样包着 嗯 哎呀 妈的 烫烫烫 小心 嗯 嗯 嗯 烫烫看一下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 普通我们平常吃到的那种点心 可是还做到真的是 一样哦 跟我们之前吃的三道都不会让我失望 好吃 各有各的味道对不对 对 真的是到今天到现在这一道哦 它的肉汁啊 就是它能够做到它的肉汁是饱满的 而且你放进嘴巴它就是在里面爆酱的 感觉实在太棒了 我最特别佩服就是它本身不是用猪肉不煮出来的这个点心 你根本都不会管它到底是猪肉还是鸡肉 它的口感它的味道还是很好吃 对 甚至有另外一种的风味 嗯 好我们现在来的这道叫做蜜汁煎牛肉 我就要破解它的蜜蜜了 哦我看你按住它我就看到它牛肉的软嫩了 对对对对对 最近我对牛肉的要求特别高哦 因为刚刚吃了我们的 哎呀 这个安班的最好吃的牛肉面 这是秘密 嗯 嗯 好吧 什么叫好吧 哈哈哈 好就讲好不好就讲不好 它会下饭很下饭哦 它是酸甜 这样子 嗯 应该会有酸梅浆啦 有黑酱油啦 这样的秘密 好 我来试试看 好 试试看一下我看到牛肉是还蛮不错的 嗯 嗯 嗯 我喜欢它的牛肉感 口感 口感 嗯 好它这个感觉 嗯 尴尬好 嗯 蜜汁来讲 对 是有点黑椒 嗯 嗯 嗯 然后 嗯 是你不会拒绝的那种口感 我相信这种口味来讲 对我们的致米 马来语族他们会更喜欢 因为跟他们这个料理的那个味道是比较接近的 嗯 然后如果配饭的话更好 嗯 可是我现在觉得哦 因为我现在喊在口里面在咬着嘛 我觉得没有了那个酱汁哦 那个牛肉挺好吃的 其实它牛肉是等级 嗯 它牛肉 它牛肉是好吃的 对它牛肉好吃 其实真的不用蜜汁了 哈 豆酱辣鱼 它是本身也是笋合鱼 笋合鱼是 你知道顺和鱼它本身是吃饭鱼 不过是比较久 比较大致的就叫笋合 它原本是食饭鱼的其中一种 笋合鱼是鱼中里面的顶级美味 不错 看这种真的是蛮不错 嗯 它炸的很好 也很脆 然后这个是豆板酱 辣的 它豆板酱的味道也不错 嗯 稍微咸了一点点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黄金咸淡虾 哇 看起来真的是 我已经嗅到咸淡的香味了 和打出来的那种味道 好香 好香 嗯 嗯 嗯 还是很爽 看起来 不过 它的鲜蛋 嗯 肯定是顶级 嗯 好吃 跟美姐讲的一样 我的地口 还是没有咬到那只虾 不过 刚刚吃它在外面的 这果成的这个皮 也都很过瘾了 真的 我都不想炸辣椒 我想吃原味现在 吃热的啊 很热啊 小心啊 嗯 每次让我心惊胆跳 整天吃这样热的东西 哇 还是吃到皮 还没有吃到虾 哈哈哈哈 再一次 嗯 嗯 糟 那个是紫菜 嗯 有海洋的味道吗 知道 可以拿点 知道 值得推荐 真的好吃 好吃 继续吃 吃到了虾了没有 吃到了 吃到了虾了 哈哈 好 现在这一道呢 是生虾衣面 然后 听说是这边最主要的招牌 主菜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吃这个 它的虾子蛮大支的哦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公块对不对 对 好 哇 虾肉 它虾肉在勾引我 两个 两个快来吃我 快来吃我 好的 哦 哦 这个就是意面 对 这是这边的意面 OK 先来 小小一口吧 来 来 哎呀 没关系 整个拿过去吧 好 来 好 好 好期待对不对 对 首先我先选虾 一只打就是虾 而不是面 哎呦 那个好弹哦 你留一口给我吧 好 来 你一口我一口 嗯 两口永不上 我留这一口 嗯 嗯 嗯 OK 来看看我来吃啊 这虾肉呢 感觉还是挺新鲜的 可以 嗯 还不错的 这虾肉还不错的 不过 嗯 你试他的汁 我试试他的汁看一下 我试试他的汁看一下 应该只是 虾肉是没有开的汁 如果虾肉跟汁一直吃 就可以吃出他的特别点 如果你当然只吃虾肉的话 应该那虾肉他 他沾的汁不多 所以 肉是蛮新鲜的 你看 他也会 弹啊弹啊 跳啊跳啊你小心 他跑掉哦 嗯 当他只是吃虾肉 我就觉得很足够 你试一下他的面 我觉得你要吃他的面 吃他的面 因为他的面呢 要细了那个汤汁 对 他细了汤汁才能够吃到他的特别 嗯 他有那个蛋 打那个蛋花 然后有葱 然后 哇 长肖面吃了 长肖肖 长肖肖 还清秀清秀呢 嗯 嗯 因为我知道他是好啊 不 很有酒味的感觉 我吃出酒的感觉 烧心酒的感觉 有一点点的感觉 但是他应该不是的 对 嗯 对到菜来讲 嗯 就我觉得是不错 是不错的 可以尝试吃 因为他毕竟是 里面用的料是很足的 好 我去吃晚餐 耶 阿门也很开心哦 阿门也很开心哦 好的 啊 这是桂林糕 哇 这桂林糕 刚才吃了 忘记拍 桂林糕真的是很不错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 因为他桂林糕真的做的太好吃了 很美滑滑的 然后我一看到他呢 我就加了他的蜜坛 一路这样子吃下去 吃完的时候我才想到 哎 忘记拍桂林糕了 不过这桂林糕真的讚 真的一定要吃 他的穿背 味道很重 很重 不错 很好 OK 值得 好了今天我们给这一餐来讲呢 我觉得如果是讲 你走累了在整个 啊 不给兵蛋的话 我觉得想吃点心 我们的路里这边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地点 来给你休息一下 喝喝茶 吃点点心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选择 对不对 慢慢吃慢慢吃慢慢聊 很舒服啊 我们今天一个下午这样两三个小时 这样子就过了 对不对 很养生 很养生对不对 好啦 然后谢谢各位的欣赏 然后最后呢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分享 还有启动小铃铛 我祝你们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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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